本期节目 第四的位置 一甲油文主场1-0乌迪内斯达尼洛86分钟绝杀 油文1-0击败乌迪内斯取得联赛8连胜 目前他们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暂时反超AC米兰一分 上升至一甲第二的位置 西甲黄马克唱1-2比利亚雷亚尔门迪和阿拉巴先后犯错 本则马点射破门但也浪费不少机会 最终黄马克唱1-2不敌比利亚雷亚尔 终止两连胜的同时也送给对手三连胜 值得一提的是在捕食最后一刻 库尔图瓦气门而出参与最后一个脚球进攻 结果被比利亚雷亚尔打了一个反击 最令人意外的是单中马面对这样的大空门推射竟然莫尽 黄马丢掉三分巴萨无疑是最大受益者 他们在本轮还没踢的情况下 仍然能以晋圣球优势利亚黄马坐稳西甲防守位置 组总杯利物浦主场2-2狼队组总杯第三轮 鲁涅斯打破球荒阿利松送大礼最终利物浦在主场被狼队爆冷逼平2-2 双方需要择日重赛 普超波尔图客场0-0卡萨皮亚卡萨皮亚中场 9-0控球率74%比26% 在森巴马森巴马卡萨皮亚身上丢掉两分后 波尔图在普超已经下滑至第三 被绑守球队本飞卡拉开7分的差距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